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力化和初始化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力化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力化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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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不能限制安全呢 最佳实验方式就是不要使用全局变量 那要使用什么呀 要使用局部变量 变量 好了啊 咱们上午又讲了一个 是什么呢 叫SERVLET-SORRENDA-CANVIG 是干什么呢 或许是配置文件的信息 是不是 这是其一 这只是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获得叫SERVLET-SORRENDA-CANVIG 它有这么两个作用 看到了吗 别人没啥了 是不是 这没啥了 就是这两种模式啊 那得理解啊 能不能理解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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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以前实现它是什么方法 用不用都得重写了 那么我们要继承它写方向 就是用哪个来哪个 不用的话 它是不是也能继承过来 对不对 咱们这写代表是很干净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继承它之后呢 咱们不用重写那些设备的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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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啊 而且你什么方式请求 是不是咱们就 它会走哪个 度什么方法 对不对 你盖的方法解决就是走那个度盖的方法 泡子方式请求就是走那个度泡子方法 是不是啊 咱们怎么走 摄影里面用到那个就是 魔管 什么方法是一模式啊 你搭车就行了